首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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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酒餅的廣告 差不多台灣各大超級偶像巨星 通通都有參與 像酒令 蔡依林 姜匯 江會 甚至於張會妹 男性的像偶像團體伍諭天 還有張飛 還有五百等等 那你想想看 這些偶像巨星在做酒品的廣告的話 會不會促成民眾更進一步的去買酒 甚至於也不分 待會要不要開車 那這樣的話 政府在做防止酒駕的這個宣導 這個效果自然是大的投奏 所以我們希望這些台灣的超級巨星 做廣告應該的 但是可以去選擇 他要廣告代言的產品到底是什麼 如果今天台灣的車禍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酒所造成的 那我是建議他們真的要審慎來考慮 那是不是以後不要再替酒類來做這個廣告 讓政府做這個防止酒駕的宣導 能夠更順利更成功 然後讓更多的民眾可以受到他保障